在广州待了四天 你们猜我都干了些什么 和广州职业拳击教练切磋 打粉丝 打到假鼻子了 怎么会打到你鼻子这么大 我小发了一下 见粉丝 来粉丝了 大概是从东莞开车过来的 这太阳的狗 这狗够胖的 又一位粉丝 湖南的 真的是左手一只鸡 右手提的礼物就来了 这位是从广州天河北过来的 欢迎欢迎 东莞的 湖南的 谢谢 谢谢大家 我昨天去澳门的 打了个新疆饼 澳门的什么 杏仁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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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有心的 粉丝过来买了点水果 说他就走了 你慢走 现在烧好大的雨 给粉丝烤烧烤 哇 看好多好吃的 来来来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温暖排的烧烤 现在正式开始一夜了 哎 那个桥子都卖 哪个 这两个桥子 桥子呀 粉丝免费吃了 那个有点小 有没有大一点的呢 大一点的可以自带呀 糊了糊了糊了 虽然大家都是因为认识我 就在一起 但是大家都成了朋友了 现在 大家互相的聊天 学习训狗 训导员没有下指令 让狗子自己想要怎么做 才可以获得食物 这是在开发狗子的智商 我之前训练王富贵的时候 恨不得先做一遍动作 让他跟着我学 训练小富贵 训练小富贵 和大狗子玩 皮特 坐 皮特 皮特 坐 坐 坐 皮特 坐 皮特 你干嘛 皮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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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 皮特 你干嘛 搞错了 从来 看 看 那 来 去 来 放 放 注意 放 放 压 放 走 放 压 好嘞 可以了 放 放 他所有的狗训练了之后他不只会听 训练员的话 包括主人的话他也会听出来 主人的话都可以听 只要口令正确的他都会听是吧 需要磨合一段时间 那我们把他拿回家之后 需要也是需要每天这样进行训练吗 不需要你就有时间就玩一下就可以 哦 很乖耶好可爱哦 这才是庄业的训导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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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